长茂勿走周杰山 在这还要降妖灼怪 时间不大 把两个家人叫进来 这两个人跪着地下直哆嗦 长茂就问 我你们别害怕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妖怪 哎呀好汉爷爷 这这是三天以前还来过呢 什么呀 哎呦那可不好说 反正毛红红的 眼睛正明刷亮 跟灯一样 我们一看就下迷糊了 谁敢细看 嗯 来的时候在哪来的 来可能是在后边山上来的 好了 长茂听完了点了点头 让这俩家人退出去 转身就跟这老头说 我老周头啊 这么办 我们吃了你的饭 不能白吃 你这人还挺热忱 既然你替我们办了事 我们就帮帮你的忙 今夜晚间 剑我给你来个香蕉灑怪 你会 我自幼就学 tech 法术 六字真言 只要我一念 什么样的妖魔鬼怪 完全都化为奴血 小弟兄一听也不敢笑 一看长茫的 吃饱的撑的 吹的乌丢乌丢的 老头可相信 啪的这些这种磕头 少娃 我还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吧 我早就跟我老伴 许许一个愿 我们家就这么一个估计 谁要能把我女儿 给救了 就一身相许 少王不嫌弃 你要乐意的话 我的女儿就许配给你 不行不行不行 这你说的什么话 我可没有贪图啊 朱沐英在旁边急说 既然老头乐意 你就留下呗 你要不留 跟我商议商议 我去你的 少打岔 咱怎么办 想看看病人 怎么样 可以 周善说完了 在头前掩路 小弟兄跟着 什么张奎 张茂 武尽忠武尽孝 这些人都好奇 想开个眼看一看 长茂舔着肚子 愣装 愣装能的梗 紧跟着周善 这时候小姐 已被搀扶走了 广胜一座秀房 长茂到屋里面 四外看看 这秀房修的也挺好 方砖扑地 腊骨子表枪 天花板 有一张大床 还有帐帘 闪罐被褥 八千桌的太师椅子 旁边还有书架 看这椅子 这姑娘还认识不少字 读过不少书 长茂丑完了 假装提鼻子 还闻闻 哎呀 是有妖怪味啊 这容物都满了 老头一听真不简单 人家这味都能闻出 那么上王 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啊 咱怎么办 我要跟你相妖灼怪啊 我手下这些人 你也安排个住处 他们这些人呢 也不拘小姐 也没有什么挑剔 有个地方住就行 安顿了 我今天晚上 就住在这屋了 把小姐 你们隐藏好了 妖怪不来便吧 来了 听我对付她 有什么事 你们可都别露面 想把你们吓坏了 哎哎 好好好 按照长茂所说 周善做了安排 朱墨英众人 大家都住在厢房里头 一路之上都乏累了 谁乐意听长茂扯淡 小弟兄倒下时间不长 呼呼的都睡了 就长茂一个人在秀房里头坐着 老头对他特出的优待 又漆的水 摆着点下 长茂一方万一 把羽翁大朔放到窗边 等到了晚上 把灯点起来 长茂一看 哎呀 多少日子没睡这舒服觉 静在军营里头滚了 有时候喝一耳末 有时候彻夜不眠 今儿个好好享受享受 想着这脱巴脱巴 他就穿着衬衣 钻被窝去了 大榔头在旁边抱着 一口把灯光止灭 长茂就睡着了 哎呦 这一觉睡的 他也不知道时间有多长 正睡的香的时候 就听这窗户指 长茂在梦中惊醒 其实怎么回事 忽然 他想起周上跟他说那个茶来 有妖怪 长茂也讲着脖子冒凉气 这牛子 是风瓜子 怎么这窗带想着 闭着眼睛 迷迷糊糊 一会儿听着窗户 嘎嘞 嘎嘞 凉扇窗户被人开开 听着一阵冷风 咕噗 好像跳起一个人来 长茂的心 一下就缩起了 来了 长茂伸手把羽王朔就抓起来 嘻说小子你不到我的眼前 我是不下家伙 密封的眼睛仔细一口 长茂瞎一哆嗦 毛红红的眼晒金灯 果然是吓人 这个东西摸到床前 刚一伸爪子 长茂使那个鲤鱼砸挺 咕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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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狼头 没想到这个妖怪躲得还挺快 撑到旁边一闪 在一狼子正砸到八千桌上 哗啥一声 把桌子砸碎了 这个妖怪 嘶嘶怪叫一闪身 从窗户跳出去了 紧跟着长茂 也蹦出去了 长茂心说少他妈的装蒜 一定是人装的 妖怪 哪里头 慌着脚 在后子就追 就见这个妖怪的头脚跑着跑着回头看看 翻过后墙 奔后山就跑 长茂不顾一切 在后子就追 心说怎么会把他抓住 见着本来的主人有个交代 哪来的鬼神 这都是互动人的事 就这样长茂就追下来 哎呀没想到这装脚给这个东西 真快 双脚如飞 顺着蹒跚倒下 长茂紧追不舍 吃了亏喽 一个没有马 二个道路不熟 第三个他光着警报 刚转过山环去 就见这妖怪是踪迹不见 长茂往鼻子尖的汗擦着 嗯 这是什么地方 不行 干脆我回去 把小磕破嘴都吊起来 把马骑着二次搜山 不管那妖怪抓住 早晚必是隐患 想着这他拎着狼头 刚一转身 就停山失拉的左右 窜落一响 抛兵四起 长茂就一愣 仔细观瞧 就见对面发的一手人马 率有二三百人 喽啰兵的打扮 借着活法的光辉 往正中一看 援一手就有梁匹马 上吹手这人 真香啊 活掉丝骨 头上戴着月白段的扎金 身穿月白段的剑袖 那脸是狗舌头一条 下嘴唇的下巴长得块红旋 就像那舌头当着人一样 黄娇娇的胡须 有那么似乎似根 手中 行着一对拔了个梅花链子点血绝 这个人能有六十岁左右 下嘴唇有一人小将 长毛一看立下长得这个凶子 人高马大 蓝变脸 奔着头 一对黄眼珠子 跨下马掌中 俊齿飞连大砍刀 长毛心中爱想 当三代砍呢 还有这样的人 真是好奇之秀 看着一只这大刀 也能有一百五十斤尘 他这样看着 就见那吊子鬼 先说了话 对 对面来人没谁 哎 你别操了这行不行 我有名有姓 我爹开明王长玉春 我是等日子 少王爷 小王爷 死熊眼长毛 十大刀那个小伙子一听 什么 你是谁 吓我一跳 长毛 天堂有路而不走 必欲无门 这来头 冤家路窄 在此相遇 你持某一刀 长毛一看 吓了一跳 因为什么呢 战马也没在 他也没穿鞋 鼓掌难鸣啊 仗着经验丰富 自己又有本领 长毛吻了吻心身 暴通明星 这俩三王不听则可 一听说是长玉春之子 之气的哇哇爆掉 尤其是年轻的十大刀的这位 二目冤翻咬碎钢牙 用手一指长毛的鼻子 好想 朝家见面 我和你一天二地愁 三江四海恨 而邪无仇 乍无仇 邪奸铲地就是一刀 长毛吓着一拨的脑袋 哎 等一下 我说朋友 要讲就打仗 我不怕这玩意 不过我得问明白了 问你说什么 你说咱们有仇 我问你这仇 从何来 说清楚 被动手也不安 这个年轻人文凭此言 二目之中含着眼泪 心里头一阵的发酸 长毛 咱们两个人没有直接的仇恨 要讲这冤仇在哪来 还得上一辈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这人把经过一说 长毛 这才明白 那么说他们有什么仇啊 这使刀的小伙子是谁 要提起他来 没什么名乱 要提起他父亲来 是明英烈这套书 最著了明的英雄 赛展雄 于金彪 于金彪是于乔镇的人 在元朝闻重过近视 无重过叹化 由于看着元朝太腐败无能了 一赌气 辞官不作 回归元纪于乔镇 咱们曾经说过 他帮助朱元璋 于乔兵变 走马曲襄阳 屡立大功 封为吴虎上将军 后来朱元长把楚州夺过来 军队里头缺少个大帅 这才广泰庄三请徐达 金台败帅 打徐达出来之后 于金彪就跟徐达不合 才有一段书 叫将帅不合 胡仗残兵 于金彪跟徐达 打赌三级长 要大战脱脱太势 结果三天没有成功 于金彪兴如烈火 说话不能不算 就在福州的城外 横刀自杀 朱元璋追封于金彪为忠烈王 在他的原地 于乔镇 修坟立墓 盖造磁堂 于金彪死以后 他的妻子伤心过度 没有半年也死去了 就剩下这小孩 名字叫于稿 那一年于稿十二岁了 也多少懂得一些事情 但是究竟他爹 怎么死的 详细经过 他不太清楚 父母都没了 他就跟表大爷 双绝大将丁普朗 在一起生活 这丁普朗 恨臭了朱元璋跟徐达 他总认为的 朱元璋这人 忘恩负义 转眼无恩 认为徐达这个人 既贤独能不是好东西 所以从小 他就将于稿灌输 说你爹死 是被他们逼死 朱元璋怎么利用你爸爸 怎么使用他的钱财 过后卸了墨杀驴 利用徐达 把你爹怎么逼死 这小孩啊 最纯洁 听了表大爷的话 能不信吗 所以在于稿又小的心灵里 就种下仇恨的种子 有时候就到爹的坟上就哭 爹的 娘 我长大以后 一定给你们报仇 血恨 怎么报仇呢 必须有能耐 他就跟表大爷 双绝将丁普朗学武 丁普朗也愿意把孩子栽培成人 他认为靠着自己报仇是不容易的 非得以着下一代 后来他发现余高的孩子 天资聪明 猛力过人啊 从十几岁 两臂一晃 就几百斤的力量 他一看是个好苗子 凭着自己的能力 不行 非把孩子耽误了不可 最后的决定 请一位高人 特殊栽培这孩子 后来他花了重金 聘请一位武林的高手 这个人 外人送号的神刀无敌 无冤功 五老英雄 自从收了余高为徒弟 这师徒 标着网子在一起 哎呦 他非常高兴 这余高 别干长得难看 奔着头 翘下巴 变脸猪眉 但这孩子 心可惜 往往告诉他 一遍 他就会了 老师也爱教 徒弟也爱学 尤其余高 心非常重 打算早一日 把能力学出来 给父亲报仇 师徒 标着网子 学了十年了 这十年 余高 长大成人 果然是一表的人才 跟余金彪 脱了个影子一样 要让他一战 顶盔挂甲 就好像余金彪 在世 满图以后呢 吴老侠可退归临下 打那 余高 就跟着丁佩朗 离开了余桥镇 当时 袁末明初 天下不安定 十八路返亡 各聚一方 六十四路英雄 各占山头 余儿俩一商量 投靠谁呢 他们曾经有一度 投靠南汉王陈有亮 一年以后 发现的陈有亮 外面君子 那里小人 终究不能承其大事 这余儿俩 辞官不作 又糟了 挨着个数了数 哪个也不称心 最后丁佩朗出的主意 干脆咱们还占山为王 他们流落到东南各省 走遍了各个地方 最后走到康郎山 遇上两位寨主 大寨主 叫花刀将康茂财 二寨主 红县王 傅尤德 过去跟丁佩朗还不错 这一见面 把这两个人乐坏了 说没地方去 干脆在我们康郎山 打那以后 丁佩朗预告 就占据康郎山 三老一小 成为四家寨徒 独霸一方 不负天朝馆 谁来 我打谁 于搞老想 请假下山 到明影给父亲报仇雪恨 丁佩朗一再解劝 孩子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你等着吧 现在你才二十挂灵 你这能的还不行 不咱把武艺雪惊了 咱们再报仇也不晚 你别忘了 长杆级 没有遇不上庆幸的时候 纯宝 把朱元璋 徐达这些人 斩尽杀绝 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什么老长家老胡家 都是一路货色 这话说不去 还没有一年 没想今天在山下 与长茂相遇 当预稿听说 这是长茂春之子 那也是仇人 所以才变脸动手 当预稿掉的眼泪 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 长茂听完了 还要活着预稿 好